首先抓这个油门开关 油门开关这里有个螺丝 螺丝把它顶起来 这个油门开关 把这个螺丝顶紧 这是加油门的 这样是加油门 油门开关键 把这两个螺丝固定 这两个螺丝固定的时候 用脚踩一下 这个可以调节高低 扶手装好安装后面的轮子 这是轮架 这边有个螺丝把它拧紧 这里有个插销插起来 这里有个插销 好轮子两边 一边一个垫片 注意不能插这个洞 这一边一个垫片 轮子是活动的 看到没有 这个洞不能插 安装好之后 安装在前面的提手 把手 两颗螺丝固定起来 螺丝打紧 在打紧板螺丝 这四个螺丝拧起来 一边四个 在这个铁片 看到没有 这个长方形的口 顶着打紧板 这一个洞顶到这个 这样子就可以调节 在跟机的时候 这样子 开钩的时候 这样子 再把螺丝拧紧 这是开钩刀 开钩刀注意 这个薄的是刀口 机器是往前面走的 开钩刀一定要注意 这个刀口朝前面 这两边是朝里面的 对称的 给它套起来 套进去 两边要对称 看到没有 这是刀背 这是刀主 刀口要朝前 按照这边 不能装法 不能这样子 一定要这样子 如果你朝前开 朝前开钩 把这个抬高 把泥板套进去 这样套进去 插销插这个洞 插销插这个洞 看到没有 这上面螺丝固定好了 以后就用这个 这样子活动的 开钩 往前开钩 把这个绑装起来 把这个大车子插起来 如果你跟地的话 这个绑不要 往前开钩 把这个大车子 换下来 大车子换下来 把这个小车子装上去 插这中间一个洞 往前开钩 如果倒退开钩 用大轮子 这个绑部安装 如果是跟地 后面的按钩 这个支撑杆 弯口朝后面 插这个洞 这个洞都可以 你自己随意调节高度 把它装起来 跟地 前面按住 跟刀也一样的 这个是活动的 插销插起来 两边 注意这个薄的 薄的是刀口 这都是刀口 刀口朝前面 不能装反掉 如果你这个装这边的话 刀口就不对了 刀口是朝后面 刀口一定要朝前 这都是刀口 刀口一定要朝前面 好 安装好之后 齿轮箱里面的鸡油 齿轮油 我们已经加好 以后你换的话 这上面加齿轮油 这下面放齿轮油 这里有个黑色的螺丝 这里加 这里换 出厂的时候已经加好 你们不需要加 再加发动机 鸡油 出厂的时候 这里面没有鸡油的 你们一定要加鸡油 前面抬高 这样子发动机就是平的 整个发动机就是平 前面抬高 加标尺的三分之二 加标尺的三分之二 以后这个螺丝 换机油 把这螺丝打开 机油露出来 这个换机油 这里加机油 但是注意这个标签上面 机油的型号 就是柴油机 一定要加 CF-4国标的 柴油机油 柴油机油 不准加住 气机油 一定要柴油机油 出厂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加机油 说到过 加好机油 才能启动 加好机油之后 这里加才有机油 加好 再来启动 启动的时候 有三个步骤 第一排空气 打油排空气 启动 第一 第一步 一只手按住 一只脚踩住 一双手拉 一只手拉 这样拉 拉八次 一次拉七十分钟 五六四八 好 拉好 这个打算来 再轻轻地拉 拉不动了 轻轻地拉 只能拉这样子放回去 轻轻地拉 放回去 轻轻地拉 再放回去 再轻轻地拉 放回去 四次好了 排空气 再把这个按下去 按下去 它就不会打上来的 再一双手拉 速度快一点 拉八十公分长 一致就能启动